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一起往下看 郑龙已经死了 说 不说 我 我 我都说 两年前黄金案就是我们干的 阿龙是牵头人 我们是跟着他干的 他之前 他之前就跟夏宁是同事 所以他们对运输黄金的时间和车子都比较了解 我们要夏宁里应外合 事先跟安保人员一起喝酒 在酒里下了药 后面是谁交给你们了 我还得先喝药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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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阿龙 你 阿龙 别 阿龙 你放了你 你这么懂我怎么办 我怎么交代呀 别交代 别 你干吗 你干吗 夏宁 夏宁 你已经死人了 我说还不行 我 夏宁他肯定是回来报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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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条藏哪儿了 黄金就在我间 在我妈那儿 但是我妈不知道 谁啊 妈 强子 强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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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条破案之路也真的是危险重重啊 想了解更多精彩的剧情 每晚19点30分锁定浙江卫视 收看走火 我们的电视剧每天精彩不停 而我们的自办栏目也是每周更新 明晚的奔跑吧 奔跑兄弟团又将面对怎样的挑战呢 让我们一起来先赌为快 依菲姐 我跟你说 天哪 好熟悉的场景 怎么老哥 走开 你来到我的主场 你们感觉腿软 今天是要把我们彻底消灭对不对 对 太严烦了 凶了 你比较快 因为你失误了 全盘结束 看得出来兄弟团的成员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拼 明晚一定要记得锁定收看了 看完奔跑吧 本周还有哪些精彩的自办栏目呈现给大家呢 让我们一起来抢先看 本周的高能少年团 来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佛山 接触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五十 节目中王俊凯充分展现了敏捷的运动神经 张一山挑战高难度任务究竟能否成功 卢靖山初来乍到毫不畏惧 宋威龙帅气出场 武术功底了得 本期节目将优秀的民间艺术与有趣的游戏相结合 少年们将如何顺利完成任务呢 敬请关注本周六晚二十点三十分播出的高能少年团 看完以上这些精彩的自办栏目呢 还有震撼人心的中国梦想秀 今天晚上出场的这位追梦人叫熊澄澄 她是一个独臂拳击手 她用热血和拼搏抗击命运的左右 站上拳台是她认为最神圣的时刻 180天她的梦想会是什么呢 马上来回顾一下熊澄澄的追梦故事 加油 大家好 你好 请坐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熊澄澄 来自湖北校感 今年26岁 是一个拳击手 也是一名拳击教练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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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我右手组织过 加入了钢板和螺丝巾 医生曾经建议我说 以后不让我再打拳了 当时我非常的痛苦哭了 因为拳击给了我一切 拳击造就了我 我喜欢拳击 所以说我最后决定 我还是用我一只手去打拳 来节目有什么样的梦想 想要实现呢 我有一个梦想 要在拳击比赛上拿到冠军 现在按这个比赛的 就是你只有左手打吧 对 右手你会背在后面 对 因为我怕别人打到他 所以说我要保护他去 背到后面 让别人打不到 所以说在我们打比赛的时候 很多结束员就会说 你看那个胸沉沉 那个打比赛擦汗 打出钱 手都不够用了 确实 你怎么防得住他们呢 有时候靠闪躲呗 有时候靠拍击呗 有时候只能靠硬癌呗 我觉得最后那个可能是相对 概率更高一点的吧 对 所以说我在训练的过程中 我教练就会针对我 针对一些训练 我教练会叫他们能流的上来打我 进行去练细抗击打 我记得有一次我队友 就是不小心从抛拳 从摆拳打过来 从耳朵打过来 我一个星期我这个下巴不敢动 我脚 我吃饭的时候 我都是用手去推的 哇 一般就是会经过半个小时以上 挨打半个小时以上 对对对 因为我这一关过不了 我在拳台根本的站不住 就只有被KO掉 你这个就是肉盾战术啊 没有办法 这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我选择了他 我爱他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他们虽然知道你有一个拳击梦 但是他们真的受得了你 一拳一拳的在那被队友当 人肉沙袋 说练习抗击打 嗯 其实我很对不起我爸妈妈的 因为练拳击 为了拳击 我很少回家看他们 我妈妈每次打电话 她说你就 你就把我忘了吧 这么久不回来看我 其实当时我真的心很疼 真的很疼 为什么不太爱回家啊 因为我打比赛 训练的时候 脸上的伤痕会比较很多 嗯 如果我回家的话 我爸妈妈会心疼 会担心我 会以后不让我再打比赛了 我希望我父母能够原谅我 能够理解我 在这里我也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真的 心里有这份愧疚在 有 但是还是放不下 对那个拳台的热爱 对 因为他造就了我 你刚才说你180天的梦想是要 赢得比赛冠军 拿冠军 对 你面对的同样是对冠军 充满无比渴望的对手 你面对的是拥有一双拳的对手 你面对的是一轮又一轮的对手 你凭什么打 凭我的毅力 凭我的坚持 凭我的客户 凭我每天挨得打 有可能我会倒在拳台上 或者失败了 但是我永远不会离开拳击这条路 但是我梦想 我还是要去搏一搏 是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 证明自己 对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起身 想对你的对手们说什么 拿一把 我在拳台上等着你 来 请上学习台 请开始梦想宣誓 180天我要赢得拳击冠军 加油 请进入时光隧道 看得出熊晨晨是非常的执着 涛哥 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一份坚持 他的这种坚持和执着是特别感人的 谁都知道他是一个独臂拳击手 俗话说是好汉难敌双拳 双拳不敌四手 更何况你的对手也是一个职业的拳手 你用一条胳膊去和对方对抗 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我觉得他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感触 看得出熊晨晨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那在这180天里 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追梦之旅呢 让我们一起往下看 因为我现在已经少了一只手 所以我必须加强左手的训练 因为他既要用来攻击 又要用来防守 经过一段时间魔鬼训练 我终于要进入实战练习了 好 预备开始 走 发 好好住你 躲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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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挨多少拳呢 谁也破了 在今天的实战训练中 我更加深刻地明白 对于少一只手 进攻和防守的我来说 抗击打训练真的太重要了 节奏不要乱 好 对 对 宽敏 走 对 不算有进步有进步非常好 终于等到这一刻 我的梦想能不能成功 就看今天的比赛了 熊晨晨 加油 五万将军 二算 我们一次都不错 下一场比赛 同框 三更战冠军 二十六期的自由职业者 熊常常 好 第一回合 一贯 感受 因为我不了解对方的实力 一直担心自己的防守问题 压力太大 反而给了对手攻击了时机 教练临时给我安排了战术 所以我打的要比第一回合要放松 这就是国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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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在哪里 我明白 好 这就是国际的意义 打的要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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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脸 要弄暗的 打的要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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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各家凶毛 虽然我已经掌握了对手的比赛节奏 但是前两回合的比赛 对我的体能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这一回合的比赛 打的要比赛 六四年级两回青春的平达 对手的比赛 比赛 打的要比赛 好 这边第一回合是看比赛结果 登场比赛后是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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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梦想到底有没有实现了 时光之门请开启 打的要比赛 哇 来到冠军了 哇 成功了 好 好 带着十字的骄傲 生命的伤 不坚持到底怎样 热血青春 荣若出击 恭喜车 用梦成功 以用毅力与坚持 诠释着舞者精神 有一天会再发芽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好看中国栏 明晚记得锁定收看 奔跑吧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